排州湾位于长江中游嘉瑜县北部 长江流经这里形成41.5公里的湖形 组织江流使其流速变缓 成为武汉长江防洪的天然屏障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 排州湾防汛形势严峻 截至7月17日18时 长江排州站水位达29.95米 超警戒1.45米 为守护大堤 当地4000余名村民自发驻堤职守 其中600余名在外务工人员文讯返乡 投入防汛工作 今年44岁的刘四海 是土生土长的排州湾中保村村民 20年前 他前往武汉从事租车生意 7月8日 他在新闻中得知家乡持续降雨 防汛劳力紧张的消息 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返乡防汛 生意放那里他可以再做 像这些东西我都说了 你不搞是不行的 必须要搞 这好像就是 长期说了一句话吧 人人有责 刘四海称 这里的村民对洪水 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每年一到讯期 手滴变成了村民自绝行为 在外务工的游子也会陆续返乡 实在回不来的 也捐来了矿泉水 泡面等物资 我们这里 我都说了 那个车 全部是我们村里面 钻的东西 每个人就少着 一两百多的上千 买什么矿泉水 方便的西瓜 这些东西 我们从上体 一直到现在 吃的喝的上面 全部是我们在外面的那些 不管做生意大小的 全部这些人赚的钱 因为结肠癌 动过两次手术的返乡村民 蔡明华表示 虽然自己已经60岁 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 但是哪怕只是在地上帮忙寻哨 心里也会觉得踏实 二十年当中 在外面的打工 拼了也可以 混了也可以 但是我看到家乡的情况 也比较严重 内闹 加上今年的疫情 对牌肉人的影响也比较大 我说回去了 我说尽量的跟他们 叙利一个榜样 带头为他们 才提上 能够做得来的 我尽量个做 台州湾中宝村 低段是历史显段 现如今 当地对该段进行了 堵滴口负滴 饮水面全部硬化 对滴房进行灌浆 建防盛墙处理 现在情绪多了 我说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大滴 这个大滴加固之后 我们真的是信心高多了 原来的大滴很小 有时候跟这大的水 我们心里很担心 但是做了之后 完全都 起码放心一半 目前 排周湾的防汛工作 仍在进行 大滴上 每一公里 有100名守地人 职守 每天不间断地 对低坡 低脚 及附近田地 进行排查 看有无散禁 渗漏等险情 人 在进行排除 最后一公里 是大滴旁 路上 在进行排水中 感谢观看